我想今天就是因为这位女子 很多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改变 那我们今天USGS全球创富系统 能够在这个行业成为一个新的典范 也是因为她的愿景 她的远见 所以我想要借用大家的双手 一起跟我热情的邀请 许多人生命中的贵人 还有我们生命中的老师 最重要的是 她继续把爱传递到世界各地 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邀请我们的Kim Hui 谢谢各位 大家早上好 哇 精不精彩今天早上的 The sharing 精不精彩 那I want to know 今天在座的伙伴们朋友们 How many 还不是会员的 举手 有没有guest 第一次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 第一次guest 举手一下 Wow Give yourself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please 谢谢 我也借这个机会呢 感谢在座每一位 还有我们的伙伴们 也是因为你们也改变我的命运 So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谢谢 最重要的 我在这里呢 要非常感谢一群有爱心 有付出的领导们 就是我们的Volunteer All the volunteers 你们穿black and white shirt All the volunteers All the diamond So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 I think 刚刚Yvonne跟全部那些领导们的分享 I hope 我希望大家也看到 something I hope you see something 对我来说 I have an example 因为我来到美国三十几年 所以呢 有时候我的国语会拉一点英文 或者是拉一点广东话 OK So but I will 我会尽量用国语跟大家分享 对我来说 这个生意这个平台 就像一个spaceship 一个spaceship 一个spaceship怎么怎么讲 太空旋 太空船 OK 当spaceship要launch 要launch去云端的时候 是不是要需要很大的 All the horse power 是不是要launch出去 launch出去呢 要超过一个hemisphere 因为地球有什么 gravity gravity是什么呀 地上克力 国语叫做地心 系列 So要突破 要突开自己的环境 It takes a lot to launch it off 可是地球呢 往往就是有什么 gravity 当一个spaceship 要launch的时候 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人类 我们的朋友 everything 我们的custom 我们的habit 都要把我们怎么样啊 要吸回来 That is spaceship 可是最大 当你有一个 when you突破 这个云端的时候 when you突破一个gravity stage then you can cruise into different areas and space 可是最困难的 这是一个突破 就是to surpass 去超过这个gravity 的空间 gravity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现在活在社会 世界 我们的状况 那I hope今天呢 过去我 二十几年的创业的经验 我希望今天 我会打开 I will open my heart 跟大家分享 我过去二十几年的创业 and I hope 在我这个 这一些经验里面 大家可以吸收一点东西 and to change your life 因为在二十几年的创业里面 我是从无 不是从零 是从minus零 去从负的数字 到都有今天 so我相信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二十多年的过程里面 I hope 可以有一个 宝贵的lesson 一个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最重要 为什么同一个平台 可以创造了这么多百万富庸 也同一个平台 为什么有一些人 还没有赚到钱 why 我相信刚刚一般 跟他分享的powerpoint very powerful 答案都在里面 对于我来说 要突破这个gravity state 要突破 这个 地心犀利 two very important thing 有两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 英文叫做perception perception是我们 对一样东西的看法 因为有了看法 才会有产生的思维 our thoughts so when you look at something 你就有个 对于这个东西 有个看法 看法来了 然后就一段一段的思维 thought就开始来 来想出来了 然后thought呢 思维呢就产生 会影响 我们的行动 so 你到底认为 看法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还是坐这边 比较醒一点 ok 再来一次 看法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我跟大家说 这个平台 两到五年 可以改变你一生 谁会要好好的运作这个生意 举手一下 不管是什么生意 有一个可以改变你的收入 也可以帮助周遭的朋友 过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 谁要 I believe everybody now 第二点 就是awareness 中文叫做认知 认知 认知什么 认知自己 在哪一个状况 很多人在这一辈子 就打圈圈 打圈圈 打圈圈 因为没有好好的 be honest 跟自己 诚实地面对自己 认知 so you know where am I 我今天在哪一个状况 第一 就知道 认知 自己在哪里 第二 认知 自己要去哪里 很多时候 因为 我们很多时候 人生就把 往往往 把我们的状况 埋没了在那边 because 现在的状况不好 就接受了 这个是我们的未来 don't ever do that 我还记得 几十年前 当我是要做 企业家的时候 我要去创业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爸爸妈妈 常常告诉我 她说 Kim 你不要白日做梦 有时候 每次说这句话 人家会笑 为什么呢 我是说错了吗 广东话是白日做梦啊 OK 做白日梦 广东跟国语 要调整一下 她说 我们家出生 是不是有钱人 你不要想要 当有钱人 Now how does that make sense 可是很多人 往往就是因为 自己认知的状况 都不清楚 而且要去哪里 也不清楚 就接受了一辈子 就这样子 to me 我叫做 这个人生的treadmill 你知道怎么叫treadmill 那个运动的机器 不是个treadmill吗 那个treadmill叫什么 跑步机 大家看过跑步机没有 上了跑步机 什么叫人生的跑步机 人生的跑步机 是每天早上 大家有没有打工的 有没有举手一下 打工的 做老板的 那其他人没有举手做什么 对于我来说 我过去的跑步机 就像这样子 过去呢 我在打工的时候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 I work for Northrop Grumman Northrop是在美国 那个b-2 bomber 那是美国不是有一个 the aerospace 不是有一个空机吗 一个fighter 是这个b-2 bomber 连radar也check不到的 那个b-2 bomber I used to work for Northrop 在the corporate office里面 我每天 我以前过去呢 几十年前 我住到Alhambra 每天一大早 从Alhambra 开塞车 一个半小时 到Centry City 去到上班 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 看到老板不顺眼 不喜欢他 可是还在 还待在那边上班 上了七年班 往下班 fight traffic 一个半小时 回到家 回到家吃晚饭 打理一下 休息 Next day what do I do 早上 what do I do 6点钟起来 6点半 塞车 一个半小时 go to work 看到那个老板 不顺眼 不喜欢 可是还在那边 八个小时 开车 一个半小时 回到去Alhambra 干嘛 吃晚饭 休息一下 睡觉 Next morning what do I do treadmill treadmill every day 要跑多久 才会醒悟起来 that's called awareness 其实要aware say you know what 我现在做的状况 不是我要来 这个地球 我的mission I want something more 就像Ivan说的一样 要醒悟起来 I need more I want more 所以awareness 这两点 我们的看法 跟我们的认知 is the beginning 看大家怎么去 运作你的身影 那today 今天呢 我认为Ivan 就是点得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也是 借这个机会 跟她分享一个 我带我 最近我带我儿子 去的那个 一个叫做archery 知道什么叫archery archery是那个 箭是啊 国语什么 是叫箭是啊 you know the thing right 当我儿子 there's a target 当我儿子 卸那个箭的时候 when he missed the target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小孩子可能说 哎哟 missed很多次 missed十次 我们把那个target move move move吧 不是 in order to make a world 就像孔子 一棒说的一样 那怎么样 我们要practice our craft 要练习我们的步法 改我们的手法 要去练习practice and hone our skills 才会去 hit the target so I think from there 今天我跟他分享一下 那这个生意 是不是一个生意 这是一个生意 就看你怎么看而已 now 在座 有没有当老板的 举手一下 当过老板的 曾经当过老板 现在醒起来的 不当老板的 ok好 quite feel ok now 我们要做企业家的 entrepreneur 企业家的 what do we have to do 气 你看我很厉害 我叫google 我现在全部 我的中文都翻译出来了 企业家 然后我发觉呢 中文呢 有简体 有traditional 也有simplify 所以我说simplify 很容易记 所以我现在学呢 怎么要simplify ok now 企业家 我们做企业家的 要不要投资时间 在座老板要不要 我不管你是企业家 打工家 你都要投资时间 so you need to 投资时间 ok now 企业家 要不要投资金钱 money of course money 越来越厉害了 是不是啊 我要看看 我怎么写 ok now 我们做老板的 做生意的 要不要去 比如 whatever 比如说你是开 餐馆的 你是开服装店的 那在你的行业里面 你自己的生意 你们要不要去学习 you have to 你要你要去成功 要不要学习 学 欸不错了 告诉你 来来美国40年 还会写 ok来 学习 还有做老板的 对于我来说 entrepreneur 有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要be resourceful 英文叫做resourceful 中文可能是叫做会应变 是不是叫应变 应变就比较困难 一点写一写 应变 欸 you know what you gotta give it to me at least I try ok 你看都是 都是simplified的 ok来 当你要 我告诉大家 当你想要一个东西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要去要 虽然我的中文写得不好 虽然我的中文 我是印记的 我还是要印记出来 see when you want something you're gonna get it done 我们做企业家 这个要不要 要不要 大家想不想要做企业家 当时刚刚每个时候 要改变你们的 如果这个平台 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everybody举手是不是 那如果你举手的话 these are the things 企业家我们需要 投资的 投资我们的时间 金钱 学习 可是不是传统的方法 是个新的模式来去做 而且是要应变 business you gotta change 跟时间的改变 ok now 今天呢 对我来说 大概 很多的伙伴 就在这里的 很多都是伙伴们 so 我相信 我做一个map 大家可能会理解 如果大家是当老板的 怎么叫应变 刚刚你当老板的 你没有请到正确的员工 没有请到好的员工的时候 没有找到好的员工的时候 你是不是当老板 是 你也是不是要在那个office里面扫地 你没有请到员工的时候 是不是 你的生意不好的时候 你会不会撑在那个餐馆里面 比如说你开餐馆 投资了几十万来开餐馆 如果开餐馆的时候 没有customer 没有客户的时候 what do you do 待在那边 what do you do 待在那边 you will also think of a way 去怎么样把生意弄好 有没有这样想 老板有没有 all of us so 这个企业也是 same thing 当你生意 不是你要去到 你想的地方的时候 what do you do you hang on 那为什么 传统的老板 投资几十万以后 开了一个餐馆 每天都亏钱 每个月都亏钱 可是还待在那边 那个苍蝇啊 我们广东话就打乌鹰啊 还在那边打 why 因为投资了十几万 或者说二十几万进去 可是这个平台 投资最大还是几千块而已 投资太少 too small of investment 人就不会放用心 去做个这个生意 因为他们用过去的看法 去评估一个生意 now so 在座的伙伴们 我们这个生意 是一个筛选 就是像 你是老板 你今天你要请员工 you are the high employee 比如说今天 you are the CEO of your company ok 你是老板 厉不厉害 我有没有做功课 有 非常多 给老板 CEO 那比如说 你要请几个 好的员工 executive 去帮你 run your business 你去哪里找员工 advertise 报纸 对不对 看你的budget有多少 或者是referral 你的朋友 那你要找那些员工 你要找怎么样的员工 能干 hardworking 心态好的 这些是不是基本的 so如果还没有找到 比如说你要请一个 把你管理 marketing的 把你管理这个 管理那个 你没有找到正确的人选的时候 谁去做这东西 老板自己 but你要找员工 you through 是不是一找一个就搞顶了 会不会 你要可能要interview多少 会不会有时候要interview 几十个才找到一个对的员工 对不对 奇怪 一个老板找员工 愿意去interview 几十个人 找到一个员工 那当今天我们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找员工 我们要interview找什么 找另外一个老板 我们的 the key thing 今天如果今天大家可以抓到这一点 今天 从筛选 找到一个对的人 the key thing 从筛选找到一个对的人出来 and 这个生意 the secret the secret the 秘密 就是怎么把 这一个对的人 去扩大 to expand 那要怎么找 这个是找员工 employee 可是今天这一个 我们不是找employee 我们找什么 做生意的对伙伴 we're looking for another老板 CEO looking for other CEO 这个CEO干嘛呀 他们也是要找他们的什么 CEO 我们怎么看这个生意 怎么这个看法就 让我们的行动 就会带动我们怎么正确的行动 去看这个生意 Now CEO找另外一个CEO 是不是找第一个就会中了会不会 有时会有时不会大部分不会 可是这里愿意interview 十几二十个三十个 去找一个employee 可是这里找了二十个朋友 二十个朋友还没对的时候就放弃这个生意 the logic 逻辑不对对不对 可是往往很多人就是这样这样子就 没有明确的认知 去运作这个生意 I believe 如果今天大家正确的看了这个看法 用正确的眼光去开发自己的生意 正确的眼光 而且正确的方法 去开发自己的生意 那我们怎么去 福在呀 怎么去复制呢 怎么去找对的人呢 怎么去找 怎么去attract 去吸引对的人 大家想不想说 我希望找到一个Samson Samson在一边 Ivan在那边 我就发了 有没有这样想过 It's ok 很健康 very healthy That's called imagination 怎么去吸引 一边是Samson 一边是Ivan 怎么去吸引这个 You 我们自己 要做Ivan 跟Samson所有的quality 你才会吸引 好的人 一个好的老板 才会吸引好的员工 Same thing 不是说我要找黑马 我要找黑马 很简单 我说你要找黑马 你要找黑马 你希望他们 那些黑马 是有你这些的习惯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work ethic work ethic 是我们工作的态度 跟工作的投入 如果你以你自己的状况 你希望要找一个人 像你自己一样的吗 你自己的做法 就是你团队怎么做法 如果你自己都是 懒惰的 而且呢是有最短的时间 想用最短的时间 赚最多的钱的 You know what Your whole group 你会attract 这种人 听过 the like attract the like 没有 中文怎么讲 the like attract the like the law of attraction 英文就是说 in order to attract you must become 你要吸引 你自己变成那个先 你要靠别人 不如靠 自己 这是对我来说 做生意的principle okay now so 怎么 so 你自己叫CEO的 你是CEO 那你也没有拥有创业 企业家 这些quality 你自己有没有投入时间 有很多说 特别是很多做老板 做传统老板的 啊 我不去这个开会了 我找人来就好了 whatever you do 你的team就会do 如果心在哪里 时间投资哪里 钱就在哪里 我在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非常今天我在后台 非常高兴 看到伙伴们的成功 看到他们的付出 最重要的是看到他们的成长 早上听到和平老师讲课 我还记得 刚几年前 和平是个公司 自己公司的大老板 可是每天呢 一下班 从大老板就变了一个义工 在每天就这样set up powerpoint 从来没有做这个行业 我心里面说 I hope someday he'll be very successful I don't know how 我不知道怎么样 可是我以他的心态 以他的行动 以他的思维 我说某一天他一定 会成为一个钻石 今天 非常高兴 我们的和平大哥 和平老师 一个是钻石 闪闪亮的钻石 如果这个是生意 投资时间 金钱学习 金钱是 几乎是一次投资 学习 怎么去运作这个生意 很多朋友说 进来做个生意 好啦 你叫我怎么去做啊 这个态度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态度 我告诉你 你团队的态度怎么样 好啊 你告诉我怎么做呀 同样的 英文叫做 Monkey see Monkey do OK Now So 很简单 很简单 你想要成为一个超级 你自己要吸引超级 超级 自己 成为超级 当你 尊重你自己的生意 你周遭的朋友 也会改观 当你 嘴巴 跟心 跟行动 都不一致的时候 Nothing's going to happen to the business 这个平台的确 可以把你的美梦成真 可以 possible It happened to all of us 看你有没有 点到这个perception and awareness 然后加上行动 来 我们这个生意来参考 我们的生意的 主要的收入的来源 好不好 主要的收入 主要 OK 我们有两大主要的收入 OK 第一 叫做Team Commission 是不是什么 我们叫做cycle 碰局 碰局怎么来的 碰局是不是有新 我们做生意的 是不是有 大概做餐馆的 或者做你们传统生意的 是不是有新的业绩 比如Wendy老板 你的有新的订单 你才有收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个生意 有没有新的业绩 新的新的new business 有没有 so new business 新的新的business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做retention retention的中文就是 我做好功课的了 retention就叫 保留 新的business 新的生意 新的生意 跟保留 OK 这是第一种主要的收入 第二种主要的收入 叫什么 英文叫做matching bonus 对等分红 好 我们说新的生意 新的生意怎么来的 是跟伙伴们 老板们分享 他们签单 他们要加入这个生意 他们开店 就是新的业绩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retention呢 我们有生意进来了 我们有客户进来了 要不要想我们保留 我们的生意要不要 要不要 我们要赚一次钱 还是每一个月的收入 那要不要保留 保留性的收入要不要 好 怎么保留性呢 就是我们的autorship 每一个月的订货 就是说你想想看 如果你有 不是自己啦 你整个团队 系统里面有100万的客户 每一个月 定一瓶的serum 或者是每一个月 定一瓶的reserve 你看这个保留性的收入 高不高 另外一个收入 叫做matching matching怎么来的 matching就是要 复制 复制 OK 英文 这个忘记 忘记去写了 忘记去 Google translate duplicate 这个生意 我们做CEO的 跟 传统生意不一样 传统生意 你是老板 你愿不愿意交给你的员工 全部把你一套交给他们 愿不愿意 不愿意 因为他全部你一套都学会了 他会干嘛 他会隔壁开个店来供你 可是这个生意 如果我全套交给大家 你们也成功了 你们也成功了 就是把我自己复制了 然后会产生了另外一种收入 叫做duplication 就是matching bonus 那怎么去运作 那如果是这个两个主要大的收入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怎么去 做新的业绩 怎么去保留 怎么去扶制要不要 不太不太想要不要 我告诉大家 我们在印尼 我刚做的这个培训是在英文 of course 英文就比较smooth一点 可是我告诉大家印尼的创业家企业家 的老板们他们的反应比我们洛杉矶的华人 强10倍 那我们洛杉矶的华人要不要来一个生意 yes 要不要 Thank you 好了 还不够 慢慢练习 加点reserve OK 来 Now 怎么去 达到这个收入 怎么去赚这个收入 就要懂得怎么去 第一 最重要是自己这个CEO 自己的基本动作要弄好 而不是说我叫人去开会就好 礼拜六要不要来 礼拜六我很忙 我这个生意跑不掉 可是我会叫人去 这个心态对不对 你是这样子想 别人也会这样子想 也会这样子做 来 So 怎么去做生意 第一 我们要谈新人 第一自己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思维 行动 思想 弄好 然后 找新的生意 我们是有一个4 step system 我们有一个4 step system 已经简单的跟大家弄好了 自己要好好的定位 跟哪一个老板分享 可是呢不要自己呢 我们怎么去跟人家分享什么 不是什么 不是什么 成人细胞 百里卢存 none of that stuff 你怎么 你的朋友 你的伙伴们进这个生意 是你的梦想 人家想想看 I don't know about you 如果我跟一个人说 哎呀我们把你卢存多好啊 我们的stem cell多好啊 我告诉你 不会打动 不会开动啊 不会启动 一个人的动力 可是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故事 你的梦想 其实这个平台 Genest It's a big 很大很大的平台 可是what's unique 哪一个是最unique 最独特的 最独特的 是什么 是你自己的故事 因为在座 每一位 都有你们自己 独特的故事 是你的故事 来吸引别人 因为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自己 有自己他们的故事 他们有自己的梦想 可能透过你的故事 会启发到他们的梦想 So you enroll them 跟他们说 你自己的 你的故事 What you saw 你在这个平台里面 看到什么 Then 就不需要自己一个人 讲得太多 讲得太乱 不是一般不是说 说的少 比较好一点吗 简单一点吗 那在想不想 比较清晰的 简单的方法 去福祭 想不想 去扶持 想不想 OK好 我们有一个YouTube 在美国 大家YouTube YouTube在哪里 都在云端上 成功在哪里 成功也在 In the cloud 在云端上 我们只是下载 我们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有一个YouTube channel呢 我们有一个 Four Step System 有四步 第一步 第一步是干嘛的 第一步 当你跟朋友 沟通好以后 The only任务 The only动作 你要做 就是要Tee up 就是要推崇 第一步里面的片段 我们第一步里面 是给谁的 给新的伙伴的 给新的朋友的 就没有参与这个生意的 里面有不同 有几个 不同的video 现在我告诉大家 都不是 现在everything 是digitized everything 这是digital already 所以我们跟着 跟着那个 We go with a trend OK now 比如说你跟人家说 现在有很 超棒的一个科技 whatever that is 你就不用解释 You send them the link 几分钟的link Dr. Nathan Newman 不同的video在那边 你跟他们讲的说 比如说你说 你知道吗 我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看到什么 我启发了我的梦想 我看到一个机会 我可以翻身了 我可以翻身了 我看到一个机会 我真的是 whatever你自己的故事 然后如果他们 有兴趣的话 你不要解释这个生意 You can do one or two things 第一 你可以邀请他们 来我们的local meeting 第二 你可以邀请 钱也请不到的 24小时准备好的 我们的漂亮的 Yvonne小姐 跟我们帅哥Sampson 帮你们专页10分钟 跟大家分享这个生意 这个平台 简不简单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喜欢自己讲 乱七八糟 可能你很厉害 今天我听了一个 短的录音 那个男生讲的 嘴巴非常厉害 口才非常好 可是他讲那套呢 只是他可以讲而已 不可以扶制的 那如果我们有 专业的一个模式 去给大家去 福祭呀 去扶制这个生意 好不好 所以我们第一步 当你做好你的功课 做好你的工作 工作的时候 你把它丢进去 第一步 去干嘛 去谈心单 谈心的生意进来 那当伙伴们 当伙伴们进来以后 要不要给他培训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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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谢谢 第二步 所以第一步 这是要分享 介绍爵士的平台 第二步 是教人家怎么起步 how to engage 起步这个做生意的 我们有不同的培训 为什么不同的培训 因为是有不同的topic 而且我们做这个生意 就像成长一样 在不同的阶段 去教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小孩子 现在11岁 如果我小孩子 11岁是middle school 你要去叫他calculus 很advanced math 他可能理解不了 是从一步 一步在他的 跟着他的成长的 成长的progress 去教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二步里面 有不同的video 不同的topic 去教他们 这个就叫做duplicate 为什么要第一步 第一步 就是帮助大家 去拿新的业绩 新的生意 为什么第二步 第二步 为什么要做training 去要保留 you have customer 你要好好的客户服务 customer才回来 再repeat sale 对不对 再来帮称你的餐馆 你的生意 对不对 那我们做这个生意也是一样 他们得到培训 我们可以保留 这个生意 now so 第二步 就培训 帮助大家去保留 at the same time 培训他们 去怎么做 去找新的 业绩 the new business so this is step one and two 第三步 第三步 就是给领导的培训 因为在不同的成长的 我们有不同的 培训 会放在第三步 你认为你是领导的 你可以去看 可能如果你还没有达到那个 那个 你没有走过那条路 你的感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可能你会不理解 可是这个生意真的是要不同的时间 听不同的东西 会有不同的反应 大家有没有看过同一个电影 在不同的时候看同一个电影 有没有 不同时间看同一个电影 会不会有时候有不同的感触 会不会 I don't know about you 有时候看一个同一个电影 我说 最近 大概一个多月前 我跟我儿子看一个很旧很旧的movie 那个movie 我很久以前看过 可是这一次我看那个movie 我有另外一个体会 为什么呀 因为经过十几年 活这个人生 学习不同的东西 看到不同的东西 也悟到了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些培训 为什么放在YouTube 任何时间 没有地区性的限制 你可以大家去 团队可以全球的发展 so number three 就是 leadership 领导的培训 那step four是什么呢 step four呢 就是把系统 把团队怎么在系统里面去运作 当我们有系统全球性的活动 不同的培训 我们的钻石巡回 我们都放在第四步 而且呢 现在如果大家还没有用到YouTube 用手机用到YouTube的话呢 I suggest大家 现在都是手机化了 去download这个YouTube 是免费的 而且呢 我们常常会update内容 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内容 你可以click 大家喜不喜欢 automate 就是比较自动化 喜不喜欢 那如果你进去这个YouTube 你自己click subscribe 有新的东西 你不要每一个团队 每一个伙伴们打电话 不需要 他们自己也subscribe YouTube automatically 自动地告诉你的团队 有新的东西 新的video 去培训 就做传统生意老板一样 要不要投资时间 要不要投资学习 我告诉大家 赚到钱以后 我发觉 money 钱 money can come and go money可以来 也可以走 可是有一样东西 会留在自己 自己里面 是什么 是智慧 wisdom and knowledge 所以希望大家 这是最宝贵的投资 为什么这么多的伙伴们 在台上 说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平台里面 他们成长多少 这个成长 is priceless 是无价的 好 所以呢 怎么去duplicate 怎么去复制 自己 要把这个信息 这个knowledge 要团队 把团队也带进去 系统里面去运作 it's called plugging into the system 在系统里面去运作 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从来没有卖产品 产品 is powerful 你知道我每天卖什么 我每天都卖活动 event event 每天卖活动 每天叫团队里面 带团队进去系统里面 去运作 那有很多时候呢 伙伴们说 什么叫做系统 很多时候 英文就是说 sometimes 我自己讲英文 要再帮自己翻译 好不好 ok sometimes to some people system is very illusional 系统就是很模糊的一个东西 什么叫做系统 对我来说 系统就是一个环境里面 就是一个community 一个去 一个community 去让我们去 可以去promote 我们的生意 可以学习这个生意 可以做这个生意 也可以成长的生意 所以任何东西 任何的信息 根据 活动 都是part of the system 系统里面的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 今天我们现在在洛杉矶 大家知道 我们在香港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印度尼西亚 在台湾 都有不同的活动 那我相信大家 也有伙伴们 或者通过朋友的朋友们 也有伙伴在台湾 在不同的国家 那要不要 也把自己的生意要夸国 要不要 这是系统 可以给大家的一个环境 一个resource 一个资源 去运作大家的生意 所以要好好的学习 怎么去运作 而且把你的团队 plug into the system 叫他们去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是 Kim Hui official YouTube channel 你就是Kim Hui official channel 去plug in 很简单 现在呢 我最近开了几条 牵了几个新的伙伴们 他们说Kim 你可不可以花点时间 给我培训 我说可以 你第一个工作 第一个homework 就是去第二部的video 去看完video then we talk 他们为什么 你现在活生生的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为什么叫我去看video 我说因为 我说我不可 不是我现在不可以跟你讲 而是我要用最短的时间 去教你怎么去 服製 去复制这个生意 我说 而且呢 我们要省时间 如果你看到video以后 你有基本的language 基本的什么 语言 我们沟通比较方便 比如说 我说你要5M 他说什么叫5M 你要看video 你知道什么是5M 我说你要学习怎么去tea up 怎么去做ABC 他说什么是ABC I said do your homework then we talk 小孩子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平台里面 这个过程里面 让我体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My son 我的儿子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小学毕业 then 我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然后看到很多很多的 student award 很多小学生呢 拿奖啊 去拿奖 很proud去拿奖 我坐在一个父母 坐在台下 我看到那小学生拿奖 因为我心里 因为我知道这一个 整个过去一年 六年级的一个过程 我小孩子上学 每天做功课 他不想做功课 我逼他做功课 骂他 叫他 什么都做 有没有做父母的 有没有 有没有六年级的小朋友 so 看到这些小女孩 小男生拿奖 我看他们非常高兴 看起来 别人不懂的 就是一个 certificate 一个award 简单的一张纸 可是那些有付出的父母 他们会知道 这个纸的来源 不是那天 在那个台上 三秒钟 拿一张纸这么简单 是到过去一年的付出 每天做功课 练习 不同的practice 去做一样东西 才拿到那张纸 对我来说感触很深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台上 这些钻石门 酸钻门 领导门 那个volunteer 他们现在每做的一个动作 也是张纸 他们站在台上 是他们一步一步的付出的过来的 很多时候 别人看到 Yvonne 看到Samson 看到那些钻石门 穿得漂漂亮亮的 闪闪亮亮的 可是他没有看到 他付出的时候 他没有看到 我还记得 我们刚刚六年前 还不到六年前 我们刚刚开业的时候 就是在Saint Gabriel Hilton 第一个会议 很多人 因为 广东话是 Tamson scene 就Tamson scene 第一个会议 哇爆满 第一个会议 少了人 第三个会议 更少 第四个会议 更少 剩下大概十个人 在会议里面 有时候 到了五个人 在会议里面 如果你是讲师 你会怎么样 有一个讲师 他说 哎哟 五个人 我不讲 来 Samson你来讲 所以今天 那位讲师 那位人 不是 钻石 所以今天 Samson是 Double Diamond 因为不管 有一个人 两个人 Samson 不管风风雨雨 如果Samson is on schedule He is on schedule 你有没有 这种精神 去创业 有没有 这个心态 去创业 有没有 这个pride 这个是 有没有 这个骄傲 For me I'm very prideful for what we do 我们做个生意 可能 大家跟朋友 里面 分享 这个平台的时候 有朋友 会戴着有色的眼镜 来看这个平台 他们以自己不懂 不认知 不正确 在迷漠的状况里面 评估这个平台 不要让这个东西 影响大家 我最近 我最近 去了一个地方 我去了按摩 然后有个按摩师说 Kim啊 有人来找我们 做你那个东西 我说什么是 那个东西 当然 经过这个 一条路里面 我已经懂得 怎么叫做放下 不要生气 一个人的认知 你看看 每一个人 站在做打工的 你要问自己 你做那个工作 你喜欢吗 美国的 statistic过去 是要做到65岁 才可以retire 我不知道你多少岁 我还记得 我在Northop的时候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Northop做 我说 我在那个cubicle 还好了 我的cubicle 是在有window 有窗口 很大的窗口的 比较高级的cubicle 我是做会计师的 accountant 我住了七年 我跑去那个cubicle 每天十二点 去去lunch 去Century City Mall 吃lunch 很漂亮 阳光满满的 然后一个小时以后 跑回去我的cubicle 我说我要带 这只cubicle 要带多久啊 妈妈说 你好好地 打一个钢帆纹 一个金饭碗 那个aerospace 蛮secure的 可是我是不甘心 要带着 那个cubicle 那么多久 要一个awareness 有时候 我们的认知 我们的awareness comes suddenly 对我来说 是我给人家炒鱿鱼 我才醒过来 如果你没有 还给人家炒鱿鱼 你要感谢 你不要 需要别人家炒鱿鱼 才醒过来 at least now 你自己有option 去选择 而不是戴着一个旧的 一个眼镜 一个有色的眼镜 一个黑墨镜啊 去看要任何东西 在刚刚台上讲课的朋友们 大部分都没有 做过这个行业的 也是大老板 那为什么他们在这里 过去 有人的旧的认知 就是说这个平台啊 就是给那些 没有学问的啦 没有钱的啦 穷的人 做这个生意 告诉大家 Yvonne是个MBA Samson是个college graduate We all went to good school 我们都有college degree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平台 这个是不是我们要做的平台 这是我们一个选择的平台 人生选择 是不是比努力更重要 是不是 那如果今天 你选择对了 我希望 你要寻找正确的方法 去运作你的生意 不要去摸索的方法 系统里面有很多provide 比如说爱慕老师的课程 现在爱慕老师的课程 都铺遍了我们东南亚 还有北美 有多少个伙伴们 上过爱慕老师的课程 请几手 正不正汉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懂得怎么去运作 这个平台 把你的朋友 比较难搞的朋友 比较难搞的CEO 邀约 用正确的方法邀约 来看这个平台 我告诉大家 爱慕老师 We do magic 对我来说 爱慕老师 不单只是 也不是讲爵士 也讲人生 爱慕老师怎么请回来 是我 有一次还偶然的机会 我的朋友说 Kim 我那时候我在 泰国度假的时候 我朋友说 Kim 你一定要去上海 我说为什么 他说上海有一位讲师 非常厉害 Long story short 我要改我的飞机票 把我老公送回美国 我自己带我儿子去上海 我看了爱慕老师的课程以后 我说我不管怎么样 我希望爱慕老师 会答应 为我们系统里面服务 为什么 我可以好好的在家里赚我的钱 可是对我来说 钱赚到以后 要回馈社会 对我来说 爱慕老师是一个 他的智慧 他的 他的talent 他的能力是一个 对我来说 他是一个国宝 如果我可以把他的智慧 去帮助更多更多的创业家 我说这个可以改变人类 so that's why 爱慕老师 现在服务我们差不多三年了 这个系统 如果你还没有参与 这些活动的话 I suggest you 真的去参与 这个活动 不是自己参与 要成功 要去扶制 要怎么样 要去duplicate 要带团队 带进去系统里面 去运作 如果你自己 没有看过 YouTube channel 这些培训 你不要这样去看 最简单的一个 一个topic 就是这样子 我加拿大一个伙伴 他呢 常常用WeChat 我说这样子吧 我们的group都是用WhatsApp 我说你继续下载WhatsApp 这样子的话 我们比较方便去沟通 他说好 没问题 我就叫他们去下载就好了 我说你下载没有 没有 我就叫他们下载好了 我说不要 你自己下载先 你自己下载先 才会叫人家去下载 他说哦 好 他就去下载 Long story short 后来我发现 他是一个不懂电脑的人 所以他自己不下载 可是因为我叫他下载 他就好好的 花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学习怎么去下载 他下载以后 他说Kim老师 我已经下载WhatsApp了 我说这个过程好不好 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大秘密 我是一个电脑盲 我不会用手机 不会用电脑的 我说这个是个突破 他说是 我说你自己走过这个过程 当你叫你们伙伴们 去下载的时候 你就懂得怎么去教导他们 如果他们遇到什么困难 你就怎么去教导 他说Kim老师 原来下载一个WhatsApp 里面也是一个课程 在座伙伴们 我们做每一个事情 在生命中 都是一个课程 是看我们怎么去看一个课程 我相信在座伙伴们 做了Janet一阵子的伙伴们 Maybe你们会理解这个培训 多过新的伙伴们 为什么 因为你走过那条路 其实 对台下一些朋友们 如果不理解Janet的话 你们可以说Janet 什么大一门 什么了不起 我钱比他多 有可能有朋友这样子想 可是我相信 当你真正走过这条钻石的路 你体验过我们 我们所体验的东西 你会有一个无价的感觉 For us We're blessed 双钻门 Samson Yvonne 为什么他们甚至每天都 还是那么辛苦的工作 May 和平 Lia Tracy 这些钻石们 Lisa 为什么还在付出 为什么 Because It's not about us 已经不是关于我们了 It's about 英文就是说 Pay it forward 当我们在这个平台里面 在这个空间里面 得到很多的时候 就是要把爱 全部出去 I hope 我希望今天 的分享 对 启发了大家 有一点想法 对自己的梦想 对自己的 Future 对自己的张来 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管 做与杰斯 或者不做与杰斯 With You Or Without You 与你 或者是不与你 Janess Will go on Question is 你愿不愿意 在这个金矿里面 也掏一大把金矿 而且在掏金矿的过程里面 不单止自己成长 At the same time 可以帮助周遭的朋友 So with that Thank you so much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Kim 哇 太棒的分享